hello大家好,我是猫兵 最近受星火游戏和B站的邀请 我提前试玩了河洛工作室新作《古龙风云露》的测试版本 《古龙风云露》最早在去年以《侠之道》游戏内彩蛋 《烟大侠藏宝图》的形式被披露 并在今年4月1日由河洛的创始人徐长龙在微博正式官宣 这次河洛得到了《古龙IP委员会》的全作品授权 《古龙风云露》将会像当年《金庸群侠传》一样 成为了一款融合了《古龙各部小说》中诸多豪侠的独特作品 更令人惊喜的是 游戏正式官宣后不到一个月就拿到了客户短板号 可谓神速 《古龙IP》也无疑是河洛在如今这个武侠小说游戏改编权 炒上天的时代能拿到的最好的一张牌 河洛工作室能否走出困境成败再次一举 今天我将在尽量少剧透的情况下 通过自身的试玩体验和一些与项目组交流的信息 请大家尽量全面的聊聊这款游戏的玩法、特色以及完成度情况 耐心看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首先简单说明一下测试版本的情况 这次测试版并不是从头开始 而是截取了第一张的三段主线剧情《梅酒与明画》 《梅花寻旧翼》和《阳岚风云起》 大地图也仅开放了中原和江南两个地区 关外和西域暂时没有开放 同时像洛阳、杭州、阳岚小镇等重要城市 此次测试也并未开放 尽管这次可探索的区域只开放了一半左右 但已有大量可玩内容和剧情 我全程通关大概花了十个小时 另外由于古龙延续了六边形战旗的战斗机制 与大地图探索的设计 体感上更像是《侠客风云传前传》的迭代版本 游戏在场景、人物的美术品质以及角色动作表现方面 相较于以往和洛产品有着明显提升 人物模型也基本能做到与例会保持一致 不过这次游戏的滤镜给我的感受更加冷淡凄凉 似乎想要呈现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古龙式江湖感 设备方面 这次我专门在显卡为英伟达1650 处理器是英特尔 i5 9300H的笔记本上运行过游戏 这个配置介于游戏的最低配置与推荐配置之间 能保持全程40到60帧基本被影响体验 当然这次游玩我也遇到了一些bug 比如鼠叶跳失 战斗后键盘失灵 场景视角的高度被无限提升等等 但是这些问题在重启游戏后都有明显改善 并没有出现过18年《合了群侠传》首发时主线卡进度bug 画面吊针严重的问题 毕竟这次古龙的技术难度明显比真开放世界核群要低一些 只要正常进行优化与debug 我相信正式版能有更好的表现 希望可以达到挟前首发的水准 接下来我们聊聊大家最关注的游戏特色与玩法 我把这次的体验分为剧情 大地图探索 养成战斗三个部分来聊 这次主角的身份是仁义庄最后的装客 亦是仁义庄的影子人物陈宇 仁义庄出自古龙小说《武林外世》 是一个发布通缉令并同时招募赏金猎人惩恶扬扬善的江湖组组 游戏的故事同样起源于《武林外世》里的回燕风 十年前天下的武林豪杰为了争夺现身于回燕风的绝世秘籍 纷纷踏上此风 而大多数人从此有去无回 天下武林就此轻颓 不少名门传家的绝学与质保也不知下落 仁义庄虽一直在追寻曾经回燕风惨案的真相 却始终无果 而主角的使命则是查清当年的真相 并避免曾经回燕风的惨剧再次发生 与《金庸群侠传》类似 古龙风一录将古龙小说中的诸多侠客置于同一时空中 从最近几个月的爆料与测试版中出现的NPC来看 这次游戏中至少将出现 楚流香纯奇 绝带双胶 武林外史 多情剑客 无情剑 陆小凤传奇 消失一郎 其中武器之孔雀灵 霸王枪 以及三少爷的剑等小说中的角色 不过由于古龙的作品数量庞大 恐怕也无法做到每一步都设计 如何取舍 可能要看到游戏全貌后才能知道了 尽管古龙和金群一样 合并了多本武侠小说的人物与世界观 但古龙和金庸小说风格上的巨大差异 势必会让这两款游戏的气质大相径庭 古龙人生赶阁 童年时曾和母亲一起被出轨的父亲抛弃 青年时期曾加入过学生黑帮四海帮 后来更是一生嗜酒好色四处留情 于此同时却又是黑到白到公认的 重情重义的潇洒文人 因此他笔下的英雄人物 比如无名浪子沈浪 小李探花李寻欢 香帅楚流香 四条眉毛陆小凤等等 大都有古龙自己浪子形象的投射 他们重情重义不及潇洒 内心却又总是孤独的 古龙笔下的侠客在小说中 没有过去不提将来 这与金庸笔下有着强烈家国情怀 和儒家道德观的郭靖 肖峰等大侠有着明显差异 在谈及处理古龙IP与金庸IP的差别时 开发组谈到 阅读金庸的故事 我们是追寻着角色的际遇 一步步变强 而古龙笔下的英雄多半登场便已是高手 都是老江湖 聪慧潇洒 身负绝世武功 如何让这些主角相聚碰撞 又凸显出每个人不同的魅力 颇具挑战 如何为每个出场人物建立扎实的人设 并产生合理的互动 正是此次游戏制作的重点之一 除了在人物设定上的差别 金庸的小说往往结构整齿 行文稳重 它对环境与角色间打斗的描写 细致有条理 小说情节启程转合清晰明了 承袭了中国古典张回题小说 与西方经典戏剧的文脉 而古龙的小说中 故事的朝代背景模糊 人物的思维谈吐也明显更贴近现代人 环境和战斗描写 更注重意境和气氛 缺少细节 整体故事则以悬疑和惊奇为卖点 和金庸小说风格久异 开发组在谈及这层差异时 表示古龙风云路中的人物对白与文字叙述 会贴近古龙先生的文风 让小说迷语玩家能感受到 更有古龙味的江湖世界 当然悬疑推理作为古龙小说的一大特色 也将成为本次游戏的重点 开发组表示本次的任务多有抽丝剥茧 耐人寻味的剧情 我们设计了推理玩法 结合获得的物件和探索 找出事件真相 如何将各部作品的剧情 整合成一个大架构的阴谋事件 并融入各派势力与众多角色 则是本次开发的另一个重点 从测试版的体验来说 游戏的主线和支线里都有推理玩法 一旦进入推理环节 就需要看查现场 或与关键人物交谈来获取证据 证据收集完毕后 则需要将关联证据两两匹配进行推理 特别是在主线剧情的推理中 某些关联证据匹配后 会产生多个截然不同的推论方向 不同的推论组合将得出不同的结果 进而影响后续剧情发展或任务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比较隐晦的信息 直接与关键人物交谈是不可能获得的 需要拿着某些证据才能触发隐藏对话 推理系统并不会提示证据是否收集完整 证据不完整的情况下 也能得出特定的结果 因此需要玩家自己动脑思考结果的准确性 除了在游戏中还原古龙小说角色与古龙的文风 这次试玩也让我感受到了游戏浓浓的和洛味 也就是对于开放世界RPG乐趣的精准把握 本着金群所标榜的好游戏不多话的原则 这次古龙中不少剧情和人物也埋藏在游戏各处 不仅需要玩家去主动探索和发现 而且当你队伍里拥有了某些英雄人物 亦或者你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顾地重游 都会有新的发现 测试完一开始只会明确给出两条线索 一条对应主线剧情 另一条则对应与朱七七相关的支线 由于我一开始并没有急着推主线 在探索中让朱七七入队后 我队伍里有了早期唯一的女角色 并在之后依靠她化解了一场 主线中与楚流相传奇系列中经典角色胡铁花之间的恶战 只因胡铁花见不得任何女人落泪 因此与主角队的战斗会因为对手有女性而认输 如果直接推主线 这场恶战则颇有难度 类似这样有多种解法与自由度的玩法 无疑是以往合落相当擅长的部分 另外不少老玩家也很关注 是否存在与女角色之间的感情戏 我自己的体验是 玩家与可入队的女性角色间存在亲密度系统 通过送礼可解锁知心好友 相知相惜和心友灵溪三层关系 目前我只解锁了朱七七的知心好友 会有一段与她的羁绊剧情与奖密 这一次我也就后宫的问题采访了开发组 他们表示不会有明显夺元配的结局 至于与多个角色达成心友灵溪后会如何 可能得等游戏发售后才知道了 说完剧情我们来聊大地图探索 这一合落工作室产品的经典玩法 在古龙中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大地图上明显多了许多南来北往江湖人士 比如流氓强盗或者江湖上 有名有姓的恶人通缉犯 他们的存在一方面用来帮助玩家验证招式 数值和配对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随着玩家实力的提升而变强 并提供角色养成所需的经验和资源 除了可触发战斗的敌人 大地图上还有不少友善的NPC 诸如商人 旅者 独往的侠客 和各门派世家的弟子门人 先说商人 这次古龙的商人分很多类 玩家可在对应的商人处买到药品 材料 礼品 武器 防具 饰品 甚至是秘籍 大部分物品都对玩家的养成有着不小的注意 而与旅者 侠客 门人 弟子等NPC交谈 则会获得各种信息 一般会指向三个方向 奇闻 奇物 和奇人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古龙的仁义庄略带一点经营玩法 玩家可以通过奇闻指引或者直显剧情 遇到一些愿意加入仁义庄的新装客 这些装客在锻造 医术 机关和读术四个维度各有造诣 玩家可以通过搜集装客来增强这四个特质 像是解锁医术特质的第一档 将获得被动技能 让玩家可以在战斗后额外恢复一些气血 讲完了大地图 我们再来详细说说游戏的养成与战斗 这次测试版 我一共搜集到了七位队友 分别是神浪 小鱼二 朱熹七 陆小凤 楚流香 李寻欢和 孙小红 这个数量已经不少了 不过挺开发组的意思 这些还只是一小部分可入队的侠客 侠客的养成分为属性点 招式和感悟三部分 属性点最直接 升级和使用道具就可以获得点数提升基础属性 招式则需要选配 共有三类 首先是每个角色有不同的英雄特技 比如沈浪作为类似大师兄谷月轩的存在 他的特技是守护 可谓反击招式范围内的队友进行援护 并有几率出发反击 其次就是刚刚提到的反击招式 只要带有可反击标示的招式都可以选配 最后则是普通招式 所有角色都只能选三个进行装配 招式的解锁主要通过升级 吃密集来获得 当然也有需要特定条件才能解锁的绝招 最后是感悟系统 这个系统继承自河洛群下转 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新法 感悟系统本身分为动静刚柔巧的方向 这次古龙不再像河群那样强制玩家 只能将一个维度练到一定层次 才能解锁其他维度 而可以从中心向各个维度进行加点 每个角色位于中心的第一个感悟 会为角色解锁一个特质 比如神浪的第一个感悟是暖洋洋的微笑 使周身两格内的友方单位行动结束时回复内力 而小鱼儿作为可以用毒的刺客 第一个感悟则是淤泥不染 能无视毒物地形的伤害 每个角色的感悟也都存在差别 其中圆形的感悟点是所有角色公有的 而多边形的感悟点则是每个角色独有的 这些独有的感悟既会强化角色的专精属性 也会围绕专精属性解锁新的特质 比如神浪在净流派上就有周而复始 这个特殊感悟加强反击能力 而小鱼儿在相同的位置就没有这个感悟点 但他在刚流派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感悟点 神出鬼没 每命中一个敌人增加相应的招式威力 至于心法则是达成特定感悟加点后解锁的角色特质 每个英雄的心法都不一样 比如神浪的心法特质能加强他的反击距离 并从玩法机制上增强抗压能力 小鱼儿则可以解锁隐匿 并增强围绕特殊地形的流派打法 从心法的解锁条件来看 开发组明显也想鼓励玩家在更多感悟维度上培养角色 除了这些人物的培养 在装备方面的一大变化是 既有远程攻击的暗器也有在战斗中改变地形的机关草层等等 游戏的基础战斗模式还是侠客系列的六边形战旗 但角色行动顺序则参考了《河洛群下传》 角色的速度会影响出手先后顺序与出手次数 当然不是所有情况下速度越快越好 每个招式都存在CD 如果频繁出手 很可能面临所有技能都在CD而无技能可用的状态 需要好好搭配 另外这次战斗系统多了两个新的机制 分别是破绽系统和驾驶系统 在招式介绍中可以看到每个招式都有独特的敌方产生破绽的方位 击破破绽后敌方就会损失一个驾驶格 驾驶全部损失后则会进入虚弱状态且持续后退50 值得称赞的是 这次古龙的一些招式拥有独特的镜头切换和动画展示 比起之前的战棋作品肯定是有进步的 不过大家也能从演示中看到 这次古龙还是有很多毛病的 像是UI就是匆忙感知出来的 而且招式里很多术语缺乏直观明了的解释 我作为河洛老玩家多少还能猜出一些 而没玩过河洛游戏的古龙小说迷们 可能上手就会困难一些 再加上破绽系统缺少教学 演示也不够直观 导致我这次试玩基本没玩明白这个系统 好在这些情况 我在与开发组沟通后 了解到了他们一直都很清楚这些问题的存在 并进行了诚恳的解释 这次主要是为了参展BW 准备实践仓促 之后正式版会再做易用性的优化 总的来说 这次古龙风雨漏的测试版还是让我相当满意的 尽管需要面对开荒的种种问题 比如缺乏引导 故事因截取而代入感稍差 UI应用性有提升空间 导致我一度有期望落空的感觉 但随着我逐渐摸清楚养成与战斗的逻辑 就能逐渐在剧情推进中 享受到河洛式开放世界游戏的乐趣 我也会因为一些超预期的惊喜 而不时放下游戏 仔细品味刚刚的感受 这次河洛没有在像之前合群那样 尝试挑战超出其技术积累的游戏框架 而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深挖剧情 大地图探索和战斗养成这三个板块 做出小规模的创新迭代 丰富了游戏的基础体验和趣味性 希望他们能够在发售前 这最后半年中好好对游戏进行打磨 把握好这次古龙IP授权的机会 拿出一款足以和金群比肩的经典武侠RPG吧 好的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